第九百五十二章凤凰巢 一座真凰巢穴居然住在古药园中 别说是他们 就是三千州最强的几人来了都得发呆 不好对付 看住很近 不过树里 但是真要走过去 我估摸着九死一生 打神时很快冷静了下来 不再躁动 他深知 这药园子步步惊魂 即便当年的布置毁得差不多了 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踏足的 十号不语 盯着前方 树里之外 药草密集 光辉弥漫 像是水雾在流淌 那里有一座断山 并不高 不过几百丈 石至山体 呈黑褐色 在断上上一座古巢 以黄羽木铸成 它可不是寻常的鸟雀所用的野草等 而是一种罕见的陵木 在天地间都已经绝种了 这种木 呈现五色光彩 就如同一些凤雨在闪烁般 多年过去 岁月可磨灭一切 这种木头暗淡了 但还是不曾腐朽 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在古巢旁边 有很多灵草 更有圣药直接扎根仙巢上 光辉躺落 如水流斑 十号不得不叹 仙谷果然不一般 灵气太浓郁了 特别是这仙药园 更是应有尽有 这样一对比 下界就显得太平级了 他曾去过昆蓬巢 里面也长满了药草 但都是灵药 当时还觉得震惊无比 可和上界一般 灵气太稀薄 若是有这里一般的天地精华 估计那里所有的灵药 都会进化为圣药等 上界高手如云 不是没有道理 大环境使然 仪 还有一株神药 十号吃了一惊 看到一条流光一闪而眉 就在那巢穴盼的牙缝内 长生药 天神古树 神药 这药园子内的好东西太多了 十号甚至怀疑 不止一株长生药 也许有几种也说不定 争取 捉到一株 他回头 看向打神时 结果发现 这家伙满头汗水 他揉了揉眼睛 确信没看错 打神石头上 汗珠子滴滴答答 他用手一摸 全是食乳 清香扑鼻 是一种稀有的宝叶 一 你还会产奶 以后给我灌满石葫芦 十号想剥削 别惹我 打神石咬牙切齿 他盯着前方的道路 正在推演 快崩溃了 身为石头都出汗了 这里的法阵 虽然残缺的不成样子 但是依旧恐怖 打神石推演了小片刻 就有点风中凌乱的感觉 心力损耗严重 这法阵百不存一 总的来说毁掉了 很彻底 打神石道 那岂不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长驱直入 十号道 残阵 虽然几近全毁 但你不要忘了 这是什么地方 是谁不下的法阵 超越你我所见到的一切古阵 打神石哀叹道 因为 这里是无上境阵 是真正的先道古阵 超越所有 一旦陷落进去 弄不好就万劫不复 即便它毁得差不多了 十号簇 这很麻烦 这里的法阵 也许杀伤力不是很大了 但是困住并磨灭 他们多半不会有问题 根本不是这一纪元的法阵啊 我想破解都感觉 无从下手 打神石第一次束手无策 他在推演 发现最好的结果就是 显而又显得过关 而最糟糕的结果 就是迈出去数十步 就会被斩杀 再想一想办法 十号道 无 有一种古法 叫做触阵术 打神石 思索良久后说道 和解 就是我们先行离开 以七一阵旗 触发着古阵 试探路径是否安全 他这样说道 触阵术 只能用来对付残阵 真正完好无缺的法阵 半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 这并非无危险 若是布阵的人 心肠歹毒 一样会很致命 十号文听 直接摇头 先和其高傲 我想不会那样做 只要有人破了他们的阵法 就意味着 可以从容入内 打神石道 这里的法阵一损 也算是破了 虽然不是他们出手 料想不会有什么 歹毒的布置了 这是打神石的推测 阵法 吉人星打神石道 那好吧 小心一点 十号说道 露出凝重之色 他取出万灵图 沿阵以待 自从进入仙谷后 也遇到了不少危险 但他很少用这一物 也就是在凶巢对抗 那神秘的吹敌男子时 才开始动用 触阵术 是我在一块快烂掉的骨头上发现的 一直没用过 不知道管用与否 打神石道 十号文言 满脑门子黑线 这家伙有点不靠谱啊 打神石既练正齐 他与十号身上的神料太多了 根本不用担心材料的问题 半个时辰后 数百杆小齐练好十号 跟打神石顿了 离开岛屿 站在虚空乱流间 数百杆小齐如同长了腿一般 全都动了起来 沿住一条小径 向住真皇朝而去 当然所走的路径 都是打神石推演好的 是 才前进一段距离 最前方的小齐就被斩断了 一道剑气冲销 并且引发虚空中藏的符文 交织成网 果然 连天穷都笼罩了 这里是禁忌空间领域 不能横渡打神石神色严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道又一道神盲冲起 璀璨无比 虽然声音不是很响 绝对可以击杀天神 那种波动让人悸动 十号脸色变了 短短片刻间 已经毁掉九杆小齐了 若是人进去 也意味住死了九次了 鱼下的小齐在变换方位 依旧在推进 彼此间相隔很远 远远望去 如同一条长龙 最后 这个地方不能宁静了 连混沌物丝都引动了出来 电闪雷鸣 如同天法 各种符号闪烁 打神时的脸都绿了 说是残阵 百不存一 居然还这么可怕 数百杆小齐 已经损失过半 如果不是掌握有处阵书 真个按照他早先的推演走进去 就是给他数百条性命 都不够杀 即便是有数百次机会 都得死啊 十号感叹 终于 在还剩下最后急赶小齐时 到了尽头 摸索出一条安全的小径 走 机会来了 打神时兴奋地说道 当他们再次登岸 来到岛屿上时 忽然发现后方有人挥手 正是雪灵 引发少女身段高挑 美艳不可方物 这里很危险 十号传音 我知道 但是我感觉 那里有东西跟我共鸣 让我的黄穴激荡 雪灵说道 让他过来 进皇朝 没准需要他打神时道 雪灵体内躺有黄穴 来头极大 这个种族是古老而神秘 十号醋梅 担心雪灵上来后遇险 但看到他不断挥手 最后答应了 跟打神时一块去接引 他们聚在一起 身一脚浅 一脚向前进发 在沿途上 每人都采摘满 医药搂子圣药 光辉笼罩 将他们浸染的浑身璀璨 要相扑鼻 不久后 他们来到断山下 这山并无法镇 但是他们却没有敢 贸然登上去 因为那凤巢太不一般了 喷波云霞 形成凤凰虚影 在那里盘旋 银子 来点血液 我要布下血影镇 试探一下打神时道 砰 雪灵气质高贵 一般情况下都很优雅 但是此时 却一巴掌拍出 将它盖在地上 我错了 雪灵黄女请求支援 这里是真黄巢穴 我需要你的血液 来试探打神时刺牙咧嘴 最终 雪灵奉献出一些血液 被打神时 涂抹在一些法旗上 济向那古老的巢穴 嗡 这巢穴亮起 冲出诸多符纹 惊得他们发呆 根本来不及反应 沿着雪灵的血液 所构成的那条阵纹 直接就席卷了过来 完了 踢铁板了 我不想死啊 我心中还有一个大秘密 其实我是 打神时惨叫突然 他们都被符纹包裹了 并未死去 而是被卷起 快速没入那古老的巢穴中 这巢穴并不是大的离谱 只有千丈长 而且不是十号所想的那样 内部有亭台楼阁等 只是单纯的鸟巢 不过 这里面的确有好东西 其中有一个五色稻台 不过三尺高 直接就将雪灵吸了过去 令它盘坐在上 一动不能动啊 我感觉到了血液的呼唤 我要顿悟了雪灵震撼 这根本没有道理 它此时心中并不宁静 但是却彭彷对皇族宝树 有了全新的认知 一瞬间 它闭上了眸子 浑身发光 血液中的传承 祖先留下的烙印碎片等 一枚又一枚若星辰般闪耀 将其雪白的躯体映照得一片晶莹 而后腾起凤凰之宴 火光笼罩了它 黄血时 真有这种东西 熬屋 大神石惊喜它看到了数块石头 烟红如血 腾起鸟鸟娜娜的雾气 据传 凤凰七居地 会有这种其实 原本是凤凰幼鸟磨鸟会用的 结果日积月累 染上了它们的气息 且凤凰净化 有时会很激烈 涅槃石脱雨 有血溅气 落在石上 就成了这种东西 足足四块 全都赤红如玉髓 毫无疑问 这种东西是质宝 可以炼入宝具中 有不可测的奇异力量 打神石怕石浩跟它抢 大叫着 我要修出仙气 迈出那一步 你别跟我抢 而后 它一口都吞下去了 噎得它直翻白眼 你这败家伙 石浩想捶它 恨铁不成钢 谁听说过石头兵器 要迈出那一步啊 石流一声 打神石躲避了出去 石浩无奈 只得将黄巢内 很多圣药都采集一空 而后它发现 一种金属光泽 在巢内闪耀 它快速走了过去 以凤羽木铸成的巢 在陵木间的缝隙中 石浩发现一根羽毛 这让它震动 将之捡起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虽然是五色的 但是没有符文闪烁 不过 当石浩轮动起来时 却将虚空展开了 景象恐怖 它倒吸冷气 真不愧是凤凰 脱落下的一根羽毛 都能如此 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这下若是炼制成五秦山 威力应该大得 吓死人了 石浩自语 雪灵在悟道 一动不动 隐约间 黄巢内的 霞雾化成的 真黄虚影等 竟然围绕着它旋转 最后更是 没入气躯 石浩没有打扰 来到黄巢出口 站在断山上 眺望仙药园 一 它又看到了天神古树 就在不远处 此外 这座断山的石凤间 一道神光一闪 那里有一株神药 早先在远处时 就曾匆匆一瞥 这个时候 石凤中霞光一闪 一株通体如同 黑金般的药草出现 落在山脚下 明显是想跟石浩 拉开距离 还未等石浩 做出下一步行动 它竟突然传音 道 我家大人 想与你谈一谈 石浩愕然 这要再跟他对话 他身后还有一个主人 是谁令他认主了 你家大人是谁 石浩问道 龟仙大人 让我传话 这株神药传音 白龟脱仙 石浩一脸 活见鬼的样子 居然是一株长生药 竟然跟人一般 要跟他谈一谈 第953章召唤 一株药 被称作大人 要跟他谈一谈 这让石浩 诧异而惊恶 他在哪里 要跟我谈什么 石浩问道 断山下乌光点点 这个传话人很超凡 足以能引发惊叹 这是一株绝世神药 宛若黑金著成 九片叶子很长 每一条都如凤凰铃鱼般 我家大人 七居先全盼 想请你过去面谈 神药传音 当然与修士不同 它只是在震出 一股奇异的波动 可让人感知奇异 石浩盯着他看了又看 末帝想起了古书上的记载 这是黑心神药 奇夜若凤凰铃鱼 通体如同黑金著成 这东西可以跟天仙书院的 杜结神连比肩 都是西式神物 让各教眼红 可如今居然只是小弟 再次传话 十号目光悠悠 心中琢磨 若是能掌控这座药园 得有多少好东西啊 随便采一株药拿到外界去 都会引发巨波 你 在想什么 黑心神药打来的冷战 身为天地灵根 最是敏锐 忽然觉得有点发寒 没什么 你家大人离得太远了 能否让他过来一见 十号说道 他觉得那白龟驼仙 主动找他 不一定是什么造化 长生药 很难捕捉 可以出入日月虚空 但是真正战力并不强 只会逃 该不会是想把我 引进什么绝地吧 十号心中孤农 并没有被看似大造化的消息 所麻痹 我家大人偶染风寒 不宜出洞 黑心神药说道 十号邪逆他 一株药也染风寒 骗傻子啊 黑心神药自己也觉得 有点离谱了 前科了一声 道 科 是这样 我们都是药草 对于外界来人 自然心有所拒 怕被人采摘 故此药有所防范 不敢离开七居的太远 怎么回事 大神石吞下四块黄穴时候 肚子溜圆 直接滚了过来 出现在皇朝的出口 我们还能深入吗 十号问道 他心中痒痒 一株长生药就在前方晃悠 邀请他面谈 真不想错过机会啊 有难度 这岛屿太神秘了 不有真正的仙道大阵 凭我不可能走进最深处 便是残阵也足以杀死天神等 打神石探道 难得的谦逊了一回 十号文言 短暂沉默 而后一探 活着最要紧 天才地宝虽好 但也要有命拿才行 恕我不能前往 这岛屿依存住仙人的法阵 我不想往丢性命 十号说道 你绝不会有事 这次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家大人 只是想与外来者谈一谈而已 选中你 绝对是一桩大造化 黑心神药说道 多谢看得起我 对不起 我不能去 十号很坚决 不想犯险 平白丢掉性命 黑心神药一听这话急了 道 你知道 岛屿深处有什么吗 有仙道法宝 有长生之物 有绝世药散 随便得到一件 你都将终生受益终生 十号听到这些话 脸上露出异色 更加不急了 他不去 这出神药怎么反倒焦急了 如果你担心 我愿意作为人质 聚压在你的身边 这样你可放心 黑心神药很郑重地说道 十号有点无言 他居然要当人质 到底什么事 需要你如此 他问道 越发地好奇了 一株让三千周各大叫 都要眼红的神药 居然这副姿态 若是被外界知道 一定对他极度羡慕 同时感觉神经错乱 什么时候神药这么主动啊 十号没有表态 定定看住他 黑心神药见状 越发地急迫 道 机会无多 这座药岛在外停住时间不会很长 还会引入虚空乱流中 并且 他又补充 道 这样吧 你如果还心有疑虑 不放心 可以让天神术也来当人质 这样总该不会有忧虑了吧 这次不仅十号动容 就是打神时也发呆 而黄 朝中盘坐在五色道台上顿物的雪灵 也正好行转 无比震惊 天神术 那是何等的存在 虽然只是神药 并不是长生药 但是绝对逆天 对于各教来说 其价值可能超越一切 他接触的果实 可以立的造就一位天神 守着一株树 他每次若是能接触不少果实 足以让一个大教辉煌至极 然而 黑心神药的话语刚一落 远处树影婆娑 一株老树撒鸭子狂奔 嚷道 不关我的事 满树碧翠 犹若神域雕刻而成 绿霞冲天 他苍尽无比 根筋在地上挥动 如同很多触手 跑得贼快 你 居然背叛大人 不听从召唤黑心神药契机 小黑 你别泼我脏水 我不是背叛大人 只是看中那小子不像是好人 我怕他捉到我们后 直接溜至大吉 比兔子还要跑得快 根本不会去见大人 那老树 问声问气地说道 十号无言 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终究是没有开口 他心中的确有那样的念头 总觉得前方有陷阱 不太靠谱 要是能捉到天神树 还有一树黑心神药 直接撒鸭子狂逃就行了 没必要在这里探险了 咦 他负伤了 打神时盯着那树古树的主干 虽然苍境 但有一段被凿穿 差点断裂 有法则在闪烁 不错 他曾负伤 不然的话天神树不同于一般的神药 他有强大的战力 黑心神药很坦诚 这般说道 恕我先走一步 老树没停留 觉得十号很危险 他跑没影了 途中见起一片烟霞 都是圣药发出的 这有点梦幻 一树又一树神药出现 并且跟人对话 很不真实 这不像是一个药园子 倒像是一个门派 这白龟驼仙非常不凡 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怎么能出入药园 畅行无阻 十号道 这就是仙人的手段 只针对外来者 对于灵草根本不会伤害 让人难以揣夺 打神石探导 你决定了吗 如果不相信 我可以再换来一株神药 跟我一起留在你的身边 黑心神药说道 十号真的不解 他百般私存 最后答应了 跟黑心神药敬道 黑心神药有灵质 为绝是神药 他相信 不可能拿他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并且这种神圣灵根 一般来说 少有歹毒的 你真要去犯险 打神石不解 盯着他 他觉得十号平日间很滑溜 跟他有的一拼 怎么现在这么冲动啊 无妨 你等我 十号道 罢了 本作也去看一看 所谓的白龟驼仙 到底想如何打神石道 不是他不怕死 而是一番思索后 也觉得可以前行 毕竟 十号身上还是有些东西的 比如万灵图等 真要有危险 也许能有奇效 十号回头对雪灵道 你不要去了 在这里等我们 他点了点头 道 好 你们如果有危险 我点燃黄巢 移平此地 这巢穴非凡 异常惊人 内蕴符文 只有皇族血脉者 在这里才可安宁 不然的话 一般的人根本进不来 静心悟道 我们走了 十号说道 这绝对是一处庙地 对于雪灵来说 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能出现在这里 足可以影响她的一生 嗯 我闭关了 雪灵点头 最终 十号并没有让黑星神药 再召唤来一株神药 而是跟住她 伸一脚前一脚的前行 你懂得这里的法阵 打神是其道 灵草能出入此地 也就罢了 居然也可以带他们前进 我家大人懂得 这是她曾经指点过的 黑星神药说道 这一路上 除雀药相扑鼻外 还有各种云烟 以及倒下的电雨 更有阵阵仙气飘荡 让人震惊 好地方啊 这可能是唯一的 先知遗迹了 打神石惊叹 只是 那些区域太危险了 她竟然看到了 部分较为完好的法阵 故此才有仙道气息弥漫 这段路程如梦似幻 有时他们竟需要穿越光门 有时候要走进虚空通道内 很明显这岛屿很惊人 很久后 他们才临近一处谷地 远处 隐约间有兽吼声传来 震得那片区域的苍穹 都军裂了 这是 什么鬼地方 打神石惊悚 那鼓兽未免太强大了 可是在岛屿外 怎么不曾听到气吼音 争争争 接着剑气冲销 每一道仙气都伴着一缕仙气 射人心魄 让人毛骨悚然 那种威力太强绝了 隐约间 他们看到 剑气刺入的上方 有一个又一个小千世界在覆面 这不会是真的吧 十号脸上的笑有点僵硬 别当真 也别认为那是假的 鬼知道那片遗迹中还有什么 不过当年的剑气 比现在可强多了 一道斩落 可以切开真正的大世界 黑心神要说道 终于要到了 前方一片迷蒙 混沌雾气在花草上方飘过 让此地显得神秘无比 且一些断裂的侵蚀 以及破损的建筑 让人觉得有种苍凉的感觉 到了 我家大人就在那里 黑心神要说道 示意前方 白雾涌动 旁若到了仙之故乡 请问 你找我有何建脚 十号问道 万物凋零 世界将寂灭 一切都会结束 陷入永恒的黑暗 直至开启新的纪元轮回 那白雾中 传来这样的声音 带着沧桑 带着感叹 十号发呆 怎么刚一来这里 对方就悲天悯人 说出这样一番话 第954章白龟驼仙 你究竟想表达什么 十号问道 短时间被镇住了 但它可没有真的猛了 这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了 如同上一纪元 一切都将走向终点 这犹如一个轮回 便是下次有新纪元开启 到头来 也终依旧要踏上这一步 永恒的黑暗雾矮中 传出叹息 你找我所为何故 十号问道 心中虽有波澜 但是面上却很宁静 你 我 还有很多人都想活下去 我找你 也不外如是 那长生要说道 你找我来 就能解决问题吗 十号不幸 我只是想结个善缘 并且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岛上的一些奇药 有些有成为神药的可能 太不易了 神药太稀少 可以哄得过来 为世间 奇珍 微风吹来 前方混沌物丝散开 露出真实景象 灿烂的光照耀 十号的眼睛当场就直了 那是什么 一片万物土 他从军道的洞府中搜到一个瓦盆 当中装着这种无价宝土 只那么一盆而已 就将让小兔子乐得满地打滚 说要借此成道 可眼前所见 方圆足有异账 都是这种土 如同沙力一般 磕磕晶莹 四方混沌器 还有天地本源精华 都汇聚而来 我从未做灭绝之事 采集圣药时会留下种子 根筋也不会伤 十号回应 眼睛不眨 盯着那些土 这绝对是今天的大造化 这么多的万物土 可以做出很多逆天的事情来 传言 万物土可以温养一切 有至高先主战死 藏进这种土中 可保永世不朽 无尽岁月过去后 很可能会再次复苏 这是何等的逆天 方圆一丈 足以藏下几头生灵 十号的心脏在剧烈跳动 盯着那万物土 睁开了五道天眼 想看的究竟 因为在这下方可能沉睡着生灵 可是 他居然望不穿 混沌物丝飘至 仙气流转 让这里越发显得神圣无比了 道友有此心就好 那声音再次响起 波 破土的声响传来 在那土中 长出一株植物 通体雪白 伴着仙物 洒落下阵阵光雨 超凡脱俗 白龟脱仙 他出来了 刚才就在这土下 这万物土中究竟都有什么 真的只是一株药 没有葬下其他吗 十号目光忧碎 很想走过去看一看 不过 他没有妄动 白龟敢出现 这么近距离与他相对 绝对不怕有危机 你找我只是想说这些吗 十号问道 霞光一闪 银灰照耀 一个丽人也破土而出 他在白龟上 白衣斩动 犹若起舞 好奇地看住十号 无论是龟还是那里人 都雪白如玉 若非身体很小 一定会让人误以为 那是真实的仙子 踏着一头龟 可这 只是一株药 我还想求助道兄 这岛屿被禁锢很久了 大概有一个多纪元了吧 也许该重见天日啊 请你帮忙 那只白龟开口 这是十号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看住一株长生药 出乎意料 除了最开始 闻到一股心香外 而后所有光雨 还有香气都内敛 没入那雪白的药体内 不浪费一丝 你都说了 万物凋零 整片世界都将寂灭 离开这里又能如何 还不是一样吗 十号反问道 不一样 逃出去总会有一线生机 白龟叹息 他背上的丽人 则大眼睛转动 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你究竟是长生药 还是上一纪元 被埋葬在这里的先 十号狐疑 这般问道 这只白龟一口一个道凶 有点像修士 他真的有点怀疑 这是一句先师通灵 化成了不死药 因为 曾有过这种传闻 我只是一株药 活得足够久远 白龟说道 给我说一说 上一纪元都发生了什么 十号双目发光 心中有着太多的不解 迫切想知道 我只是一株药 被困岛上 道凶你觉得我能知道什么 白龟目光闪烁 十号目光悠悠 盯着他 并不相信 道 你请我相助 连我这点愿望都不满足吗 再说又不费甚吗 我真的不知啊 白龟一探 眼中净露出一缕迷茫 道 我活得足够远 可是感觉中途糟结 身体受损 遗失了很多就义你 你该不会真是仙主陨落后 化成的一株长生药吧 十号震惊 应该不是白龟否定 然后他看向身上的青城仙子 他白衣圣雪 完美无瑕 此时也摇头 道兄 你让磁岛解封 我可以送你绝世奇珍白龟说道 比如 十号问道 他对这株要深感惊疑 充满不解 他太神秘了 我可以送你仙精白龟 平淡地说道 什么 十号还没有表态 打神石先跳了起来 那是世间最吸针的智宝 居然说送就能送 他顿时双目发光 道 可以送世界石 混元石吗 没有 但我这里有半截天缺石 据传他可以补天 不知道你能否咬动白龟说霸 抬起一条爪子 扒开万物土 踢出来一块青色的石头 他长不足一尺 古朴无比 承担青色 送你了 白龟道 将他推了出来 哦 打神石大叫 看住凌空而来的仙料 一口吞了下去 十号眸子闪动 那的确是天缺石 他曾经在原天秘境中见到过 原天至尊的战衣 就是以此石系列而成 只是 那副石甲谁也带不走 十号看住打神石 忽然觉得 这家伙说不定 真能蜕变出仙气 吃过混元石 万法石 天命石 好东西太多了 道兄你觉得如何 白龟再次问十号 我不缺仙精 早已拥有十号道 那我送你长生药如何 白龟说道 这句话一出 十号变色 打神石也吃惊 盯着他 那是何等的神圣之物 谁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相传 吃下长生药 可以万劫不坏 你 确信 十号声音都有点不自然了 其实 想要长生 光靠要是不行的 必须得有相应的修为 道兄不要被误导 白龟被他钉得发毛 一缩脖子 这般说道 你要将自己送我吗 十号问道 那怎么行 长生要生长起来太过缓慢 我要是自斩躯体 只留根筋 还怎么肚解 逃过世界寂灭的大姐 白龟摇头 那你怎么送 道友 可递过来两个浴罐 我送你两滴长生药液 白龟说道 太少了 打神事先跳脚 觉得这白龟太吝啬了 不少了 这可是长生药液 不是其他 别说这个年代 就是有些活于世间的时候 也很难得了 白龟摇头 十号二话没说 取出两个特大号的罐子 放在脚下 这让老龟无言 道兄 你就是把我装进去 也填不满那罐子 白龟呲牙道 十号漠不出声 给他换了两个小罐子 霞光一闪 白龟用特别手法收了过去 那万物土中有符文闪烁 打神石一领 那里有仙道符文 有法阵 果然不能乱闯 白龟探头探脑 不知道为何 让人觉得他有点猥琐 然后他对住一罐子 吐了一滴唾液 滴入进去 十号满脑门子黑线 这白龟有点欠揍啊 随便从其他部位弄出一滴药液 不就行了 非得要弄出一滴唾液 尽管知道这是一株药 只有芬芳 并不脏 但还是让十号想吹它 第二滴 你再给我吐唾沫 我就不要了 十号瞪它 讲究真多 白龟摇头 慢吞吞 转过身体 屁股对准了另一个罐子 你过来 我保证打不死你 十号道 这白龟太不厚道了 早先还悲天悯人呢 结果现在居然这副作派 让人风中凌乱 觉得遇到的不是同一头鲑鱼啊 你想多了 我怎么会做无聊的事呢 白龟老神在在 但还是撅起了屁股 你 巴搭一声 他下了一枚蛋 很小 只有割卵大 落入浴罐中 这是 要丹 也可称龟丹 抵得上两滴长生叶 白龟说道 十号神色依旧不善 这死乌龟真的很欠揍 唉 不被人理解 既然如此 我再补偿道有一些仙精吧 白龟探道 万物土后方的井雾露出 混沌气散尽 那里居然有一汪水泽 不是很大 站进去几个人都能挤满 那是 不老拳 十号吃惊 他曾见过这种拳 当年在下界的百断山 得到五滴 打神石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每一滴不老拳都能救人一命 价值无量 这口拳不能送道友 我还需要他 另外这片药园也需要白龟说道 他指向拳池底部 那里有一条链子 这是一条仙精链 道友若是能斩断 就送你了白龟说道 开什么玩笑 那是仙精 谁能扯断 打神石教导 这位道兄身上那口剑胎 应该可以白龟说道 十号露出异色 看来他与黑暗神子等人战斗时 虚空裂开 这老龟见到了他手中的剑 你让我斩断这条仙精链 不会是有所图吧 十号道 哎 被道友看出了 的确 这是我请你出过来一谈的最主要原因 老龟坦然承认 不再兜圈子 十号不说话 这样做 他是否会有危险 道兄 我总觉得你那件有古怪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哎 丢掉一些就记忆 真是痛苦 老龟这样说道 十号心头震动 难道这猪药 以前还见过大罗仙剑 这剑胎 不是被人从石料中 采绝中出来的吗 是这一纪人的产物 不老拳中的神链当中 蕴含着光明白金 对宁纳剑来说 可能有用 老龟说道 十号心头一动 它没有斩 而只是将灰暗 没有光泽的剑胎 放在了那宝链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剑胎自主发光 璀璨无比 剑体上出现一个人形生灵 白色鲜物弥漫 伴着七彩光雨 嗯 不老拳中的宝链 流出一道又一道白光 没入剑胎 然后凝聚在人形生灵旁周围的 白色鲜物上 令它更为真实了 萌萌雾气弥漫而出 白茫茫 不仅十号倒戏冷气 就是打神时也发呆 这剑胎太诡异了 上一次曾经吸走了 剑绳子那柄七彩仙精匕首的精华 令它将剑体上的 非仙光雨染成了七彩 现在它居然又吸收 光明仙精的精华 化成了那白色的仙气 这剑胎 白龟也变色 而它背上的雪衣女子 也第一次开口 道 有古怪 可是 怎么没印象 奇音洞听 若天籁般 管不了那么多了 道兄助我展开光明仙精炼 我会送你一场大造化 白龟说道 什么造化 我看你不久前 曾经祭出万道残伙 焚烧一具古诗 听到这里 十号星头一动 这家伙早就来了 看到了它与黑暗神子的激战 若我所料不差 你想一珠天万道焚身 修出第二道仙气 但这条路太难了 在仙谷纪元也曾有人尝试 那个生灵绝艳天下 号称小仙王 结果还是被烧死了白龟说道 点出这条路太霸道 不可能成功 但是 它指出 也许能有所补救 怎么补救 十号问道 我可以送你进仙殿 去了的话 你的造化就大了 白龟说道 第955章仙殿 仙殿 仙殿 仅听名字就让人心头大震 三个字 其中如山 那是怎样一个地方 十号郑重问道 白龟刚才那般说 也许能解决他 焚烧万道而运第二条仙气的问题 那里肯定超凡 一座殿 建在药园中 你觉得会是怎样一个地方 是人仙所建 但我觉得却可称之为 要仙殿 白龟达到 那是一处修道之地 也是一个炼药的地方 这片古老的药园子 所出产的药草 都去了哪里 不用多想 大多都在那里炼化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还能剩下什么 难道会有仙道药伞 十号道 不要小去仙 更不要轻视最古老的石殿 他是闭关之地 也是一处炼药之地 白龟说道 并且名言 那里曾经炼过长生药 说起这些 他不经瞳孔收缩 因为他当年的药身 也曾被斩 送去那里熬炼 就在此时 不老拳中光辉大圣 十号手中的剑胎 璀璨若上百轮太阳照耀 无比刺目 绚烂而神圣 咔嚓一声 泉水中的宝炼断掉 光芒暗淡 它是混合神经 所蕴含的光明白金 全部流逝了 没入剑胎内 当璀璨仙光脸去 十号手中的剑胎上 白雾朦胧 异常的神圣 那是光明白金所化 也叫光明仙经 它又吸收了部分 打神是怪教 它可是知道 剑胎吸收过七彩仙经 将光雨染成了七彩 如今又吸收了白金 让云雾越发祥和 朦胧 跟真实的仙气 没什么区别 弥漫了出来 十号也觉得诡异 掂量了一下 剑胎重量一点没变 依旧如故 那么多的光明仙经 肯定重达数十万斤 融合进来后 居然没有在重量上体现出来 有点怪 但想不起来 白龟上的女子沉思 终究是摇了摇头 哈哈 白龟大笑 驮着血衣女子破土而出 在其身上一条宝链 咔嚓一声断裂了 坠落了下去 这条宝链居然在锁着它 令它无法逃离 失去光明仙经后 法链腐朽 再也不能镇压与困住它了 非常感谢 我终于脱困了 白龟在这血衣仙子在穿梭 忽左忽右 获得自由身后 它异常的激动 以前 它也可以出动 那法链有空间规则 能让它在古岛 一定的范围内出没 但是却没有办法离开 万物将开始凋零 世界将枯寂 什么都将改变 神药会浑浑噩噩 成为半神药 长生药也将退化 大不如从前 唯有彻底逃离这个世界 才行白龟自语 像是做了一个噩梦般 打了个冷战 你 在说什么 十号震惊 道兄 你若有办法 就想办法逃离上界吧 不然什么都将改变 如坠地狱 即便寄云轮回后 有生灵活下来 也会大不如从前 连仙药等都将退化 你说清楚 十号心中震动 枪的一声 弹指击剑 其音如龙银奉鸣 白雾内敛 它又恢复了 灰暗无光泽的状态 白龟被惊醒 降落在地 道 曾有人预言 天地将变 必须得逃离这一界 还能逃下 哪里 十号追问 真正可以长生的地方 白龟说道 但是怎么离开 如何寻找 看也无办法 除非成仙 十号促眉 种种迹象表明 未来将乱得无法想象 世间将枯迹 你就这么确信 十号问道 我不知道 这只是前人的预言 也可能仅是大环境更迭 天地规则巨变 但肯定会有最可怕的搭乱 白龟道 十号私存 无论未来怎样 现在能做的只是增加实力 真有那么一天 便靠自己的拳头 打出一片天地来 我说话算话 你助我脱困 我送你一场造化 不过能否走进去 也要靠你自己的机缘 等一等 十号看到了岛屿外的落导 蓝 一辰 小兔子 鹿逸 他们出现了 躲在空间乱流外 他们不放心 十号与几位古代怪胎决战 跟了下来 想要看一个究竟与结果 不曾想见到古药园在线 能把他们接引进来吗 十号道 没问题 但不能祸害仙药园 白龟说道 哇哇哇 当小兔子登上岛屿时 小脸红扑扑 满地打滚 哇哇大叫 这么多的药草 让他激动得差点昏厥过去 他在修行自然知道 灵草越多 对他的修行越有利 来到这里 他觉得两只脚 彭扶踏进了仙境中 这对于他来说 何止是机缘 甚至可以说是 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 这么多的药草 让他迷醉了 黑心神要发毛 放一只兔子进入岛屿 这 太离谱了吧 有多少宝药 也不够他霍霍啊 放心 我不会乱来 每株药草 只长半片叶子 吃片花瓣就好了 太阴玉兔拍着高耸的小胸脯 信誓旦旦 随后 一只黄金蝴蝶 破茧而出 翩翩起舞 也兴奋无比 正是黄蝶 黑心神要当时就发毛了 有点唯靡 白龟倒是很淡然 他敢放人进来 自然有底气 因为只有他通晓此地 法阵的布局 若无他引领 闯入者很快就会深陷死地 这座岛屿 看上去不是多么巨大 一眼可以望到边 但是一些区域间另藏玄机 需要空间之门 才能前往 别有天地 十号被黑心神要带住 开始上路 一路连穿数条虚空通道 这才来到一处谷地 在这片区域没有草贝 寂静无声 一片石灵横跟在前 亿万年没有生息了 这药垫很奇异 如果能通过 会有天大的机缘 可若是被拒 很可能会死掉 你可要想好了 白龟的声音传来 一脸的郑重 石头堆砌成的药垫 号称是先开辟的 但是真的太普通了 坐落石灵中 不是多么恢弘 很平凡 灰扑扑的石头 两丈高的电雨 一切看起来 那么的简单与粗糙 甚至 都不能称之为电雨 只是一座石头房子 而且做工简陋 没有什么光泽 与美感可言 你确信这是一座古仙殿 而不是你自己 没事堆起来的石头屋子 十号怀疑 觉得这老龟 有点不靠谱 你小去什么地方 也不能无视这里 曾经的人先闭关地 也是炼制常生药的地方 让多少无上强者 眼红与际鱼啊 若是能攻破此岛 这里必然成为洗劫地 可惜岁月磨灭了一切 不过留下的残痕 也足以让你受益 老龟岛 他很不负责 简单介绍了一番 便退后了 究竟是否进去 由十号自己取舍 对了 有几个生灵进来了 你能发动法阵 将它们给我灭掉吗 十号问道 我只能引领 不会催动法阵啊 白龟摇头 十号留下打神时 一个人走进石头殿 才一踏入 便有斗转心仪 时光碎片 在翻飞的感觉 恍惚间 他看到了昆鹏 在宇宙中展示 一个个星辰被击碎 看到了真龙冲启 击穿九重天 看到了黑色大手 抓碎一整片心域 而后 他觉得天昏地暗 一下子坠进混沌中 看到了天地初开始的圣景 十号一阵迷茫 这是哪里 自己是谁 为何心神如此恍惚 头疼欲裂 啊 一声大吼 他让自己清醒 所看到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有古朴的石头殿 那些都是刻在巨石上的古朴的话 早已在岁月中斑驳 可是刚才那些景象 却真实映照而出 让他窒息 十号一步一步走进殿中 毫无疑问 这里有空间法则 外部看住不大 内部却异常广袤 此地没有光泽 像是原始人凿刻出的洞府 有着最朴素的石刻壁画的 海骨 在路上 他见到了很多残骨 都早已烂掉了 于岁月中损毁 这是上亿纪元的生灵海骨 十号吃惊 他见到了很多 有些庞大无比 跟山岳似的 俯卧在那里 而有一些则不足一尺高 骨头依旧很坚硬 问 突然 那时刻图上 有一个生灵发光 扩散出成片的涟漪 来了 他曾听白龟介绍 知道这是一种考验 熬不过去 就会如地上的生灵一般 这种考验有针对性 所展出现的力量 与进入者等级相仿 但是 十号很快变色 这片涟漪 扮着一缕仙气 是他这个境界的 极尽战力 能压制 没有迈出最后那一步的 古代怪胎 扮着一道仙气的攻击 十号明白了 为何地上会有那么多的尸骨 全都是这样死去的 便是在仙谷纪元 天地规则 容许人成仙的情况下 在神火镜 修出一道仙气的人 也不会很多与离谱 这是一场大战 十号动用权力 对抗这片涟漪 到了最后 那时刻图发光 那个人形生灵居然浮现 跃下来 扑杀向他 扑 数百回合激战 十号一拳轰进对方的眉心 让那生灵炸开 化成一片光雨 伴着一道仙气 重新回归石壁中 这一战 他胜了 但是尖头也遭遇对方意志 有一个血洞 这让他醋眉 仙谷纪元 果然可怕 令人敬畏 第一道关卡 居然就让他受伤了 我不熟悉他的法门 除缺一些秘术 有共通之处外 他们的运力之法 修行之道 与当事完全不同 十号沉思 仙谷纪元的修行之法 是另一种体系 根本不相同 唯有神通 有相似处 若是能同修仙谷纪元的法 将来会有怎样的成就 十号轻语 体系不同 战斗中也就有了陌生感 故此 第一次交锋 他吃了一个大亏 差点遇险 他继续前行 石头垫很暗淡 只有一些石刻图 朴素到近乎简陋 嗡 颤音传来 一片壁画再次发光 那是一片璀璨星辰 此时 既然飞出一颗大星 压在十号头顶上方 无法躲避 唯有抗争 起 他双臂发光 猛然举起 然而 壁画再次闪烁 又一颗星辰出现 逐步放大 压落在十号的头上 莫大的压力 让他浑身骨骼爆响 他再次抵住了 有些吃力 毫无疑问 这些奇异的星辰 沉重无比 难以说清 究竟有多么的重 砰 第三颗大星出现 跟那两颗星辰挤在一起 压在十号的头上 顿时让他双臂 经脉突起 可是 大星不断 他承受住后 便会再加 就这样 一直加到了第九颗 压得十号身体 都要爆碎了 这是对肉身的极限考验 强大的压力 让他都快窒息了 第十颗星线 落在其头上 轰 宛若整片星空 砸落了下来 十号的肌肤 溢出很多血迹 那种力量太大了 不过 他依旧抵住了 随后 所有星辰 全部暗淡 从这里消失 变态啊 强弱我的肉身 都快吃不消了 这里的考验 是为谁设立的 十号心头凛然 末地 他想起 白龟说过 这座石头殿 除却其他强者外 还会有真仙子嗣前来 为了误导 为了求药 为了磨练与修行 仙谷真是可怕 可还是负面了 敌手会有多么强 十号自语 心头大震动 第956章 十死之机缘 石头垫宁静 但是十号却不敢大意 在向前走的路上 沿着以待 刚才的两关 可都是让他负伤了 是 果然 才走出去没多远 石壁上再次发光 这是一只三眼生灵 歧途很暗淡 但这一刻 他睁开了树叶 射出一道光束 这光无视空间 瞬息而至 想要闯进十号的头颅中 灵魂攻击 十号身体发光 形成光幕 守护己身 但是这道光太夭挟了 居然穿透了进去 仙道法则使然 沙纳间 他到了眉心前 庞扶要夺舍斑 第三关是灵魂的考验 是元神的对抗 此地有规则 强行镇压一切 肉身 天地精气等都被冻结 唯有元神可以对抗着道光 十号被逼 只得出动元神 一个璀璨的小人 从额骨中迈步而出 一双瞳孔 如剑峰般犀利 哦 那冲过来的光束 化成一只蝙蝠 张口间 波纹如水 猛烈冲击而来 可以清晰地看到 虚空扭曲 连十号那被禁锢的肉身 都受到了影响 它变色 元神之力暴涨 那个小人撑开唯一洞天 如同肉身一般施展大法 向前扑杀 镇压那只金色的蝙蝠 砰 两者撞击 爆发出铿锵之音 此外还有志强的阳刚之气 十号心中凛然 他的元神绝对强大无匹 经过雷杰洗礼 远超常人 这至关重要 但是对面的元神 却能跟他匹敌 很明显 那只蝙蝠形状的元神 也在仙谷经历过雷杰 在那个年代 天地规则允许 所有强者都要杜劫 借此魔力己身 让自己强大到极致 充分挖掘潜能 这一战 十号不敢藏私 动用权力 砰 他演化雷道法则 镇压那只金色蝙蝠 结果 对方稍显烈势后 迅速化成了一头白虎 张口一笑 精神波动更剧烈了 简直要震散人的元神 元神大法 十号变色 仙谷纪元 修炼体系博大精深 这是专门淬炼元神的法 此时演绎出来 对他攻击 果然可怕 砰 他拳头发光 上苍符文呈现 轰击了出去 结果 白虎咆哮完毕 瞬息腾天 化成一只凤凰 对住他喷薄赤焰 那是元神霞光 值得借鉴 十号目光悠悠 觉得若是能够得到 仙谷纪元的修行之法就好了 这一战 他的元神几次遭遇危机 但是终究将对方镇压了 砰的一声 那圣灵的元神散开 光雨点点 重回石壁中 十号喘息 接连三观 让他都很吃力 身体负伤 这简直不可想象 要知道 这可是真正同杰的对抗 仙谷纪元太可怕了 人仙殿外 一时一归正在对话 这鬼地方不就是一个破石头房子吗 也好意思称是长生者的闭关地 有什么出奇之处 又有啥破考验 打神时满不在乎的问道 破石头房子 亏你说的出口 就是真仙的后代 来这里都不一定能活住出来 是给最经验的少数人准备的 魔力之地白归不满 按照他所说 最起码也要修出一道仙气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此地接受考验 除非能获得小先王称号 不然一般进去后就走不出来了 你 坑人啊 有你这样报答救命恩人的吗 打神时有点急了 别急 只要能闯过前三关 即便后面失败 也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能够被传送出来 白归说道 你 打神时七级我觉得他太自负了 应该在修行路上多些魔力 受些挫折 这样才能更好地奋发进去 白归道 王八 你找揍吧 打神时神色不善 我是长生药 注意你的言辞 白归说道 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变色 道 坏了 我真的忽略了 这不是仙谷纪元了 天地规则已变 并且也没有了雷杰 同阶的人多半比不上仙谷纪元 他可能 会死在里面 快想办法 打神时很想化成巨石 直接砸死他 这 没有办法 只要人进去了 外界便无法干预了 白归满脑门子汗水 散发出惊人的清香 那是长生叶 最后 他在十殿前一阵乱摸 出现一盏青灯 发出微弱的光 他还活着 白归大喜 告诉打神时 这是人仙殿的浑灯 只要里面试炼的人还活着 就不会熄灭 我猜他应该过了第一关 在第二关挣扎呢 希望他至难而退 不要冒险再继续前进了 白归说道 你敢小觑我兄弟 来 王八 我们过两招 打神时说道 滚 我是长生药 从来不打架 如果让人知道 一株仙药再跟一块奇葩的石头吵架 一定会目瞪口呆 别争个出事啊 打神时嘀咕 赶紧祈祷吧 希望能活住挺过第二关 然后自己主动退出来 白归道 第四关 十号寒毛倒树 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就在这时 石壁上一个人形生灵的客图 身体经营了起来 体内浮现一团光 璀璨夺目 如一轮太阳绽放 而后 吃的一声 他冲了出来 这是什么鬼东西 十号吃惊 那个光团很奇异 冲着他的肉身而来 要钻进去 道众 忽然 他想到曹与生 轻衣他们说起的一些事 他们的师门底蕴深厚 曾开绝处遗迹 在古老的玉石书上 见到过一些记载 仙古纪元的修行体系 跟现在完全不同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上一纪元的生灵 都有一枚道众 靠他传承与修行 跟我对拼道众 十号经营 而后想也不想 将自己眉心内 缭绕住母亲的神秘蛋 给寄出 轰隆 这一次 很乾脆 他从天人族骨矿中 夺来的仙种 发挥了作用 将那团光砸得溃散 以压倒性优势胜利 看来 便是在仙古纪元 我得到的这枚仙真种子 也是至宝啊 十号惊讶 第四关最为顺利 没有费什么力气 就通过了 可是第五关 第六关 十号剑血 一步一惊魂 遭受了创伤 接下来的一路上 他几次差点陨落 身体都破烂了 这些关卡太艰难了 修出一道仙气 都不够看 共有十关 十号一步一步前行 九死一生 闯到尽头 他大口喘息 吞了一些剩药 恢复伤体 能够活下来很不易 他满身是血 骨头都露出来了 真是没有想到 这所谓的人仙殿这么艰难 差点死在此地 终于休息两久 他恢复了过来 大步向着一座 发光的骨门走去 那里充满了混沌光雾 外面 一时一归还在 眼巴巴地等住呢 他的耐力不错 还在坚持 没有陨落 我猜在第三关 真要成功的话 就可以自保了白龟说道 你怎么不说 他已经闯过六七关了 大神十道 太难了 便是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只有少部分人能成功 不会太多白龟摇头 你敢轻视这一纪元 打神十部分 没有 只是 如今的天地规则不同了 真的很难诞生出 最可怕的高手了 白龟摇头 他们两个争执 互不退让 突然 白龟的眼睛直了 因为那盏魂灯光芒大胜 他深知这意味住什么 他 过关了 不若于小仙王 他眼睛有点发直 这条路不是号称 十死无生吗 就是在仙谷纪元 也没有多少人 可以闯过啊 这一世 这么糟糕的修炼环境 居然有人也能成功 白龟发傻 石棺镜头 一道光门阻路 十号脉步 从容地走了进去 他来到一座密室中 并不大 方圆石杖 四壁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人仙殿的闭关地 他琢磨 仔细感应 可并无出奇之处 直到盘坐下来 一道惊雷般的光束 照亮他的躯体 一股波动 传递到他的心间 他才知道 这里多么的了不得 十次机会 以身犯险 哪怕走火入魔 哪怕死去 都还能复苏 十号震惊 这是何等的逆天之地 等于多给了十条命 可以尽情地再次误导 即便因此而伤 也还能活过来 这是为疯子准备的闭关地 可以放手一搏 去悟道 去体验自己的法 不用担心陨落 那头白龟没骗我 我已经走上 一万道焚烧真我的路 很难活下来 而这里却可以补救 十号震撼 而又惊喜 他曾听闻 上界一些古教中 有类似的宝地 不过却不可能 连曾复活十次 能有那么三次机会 就不错了 想不到 我也有了大教最强子弟的待遇 今日能尽情挥霍一番了 十号自语 他大喜过后 开始静心 让自己平和下来 要再次闭关 这个地方很诡异 当十号静下来后 时间似乎停止了 不再流淌 定格在这一瞬间 好恐怖 好惊人 十号惊叹 真的感应到了 时光碎片被禁锢 不能动了 十号取出先重 持在手中 万物母气流转 诸天规则垂落 与他手中的蛋连在一起 这宛若是一个天地胎盘 天地为炉 万道为火 焚烧真我 十号目光坚毅 盘西坐在此地 开始冲关 第957章无声 十丈密室 石壁粗糙 什么也没有 寂静无声 轰 突然 火光滔滔 符号千万 会合在一起 若汪洋一般 浩瀚起伏 波涛汹涌 席卷而来 这是诸天万道的符文 十号被淹没了 他手持先重 盘坐在当中 被封十丈密室中 承受着诸天万道的碾压 那些符文化成了火光 熊熊燃烧 胜烈如日月炸开 胶艳如凤凰涅槃 血染星空 奇音出名 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奇景 也是一幅壮酷的画卷 千符万文交织在一起 上万道则横根 如一条又一条皮链 贯穿与交叉在一起 编织成一道网 波 一声轻响 十号的眉心 溅起一朵鲜艳的血花 看起来无比的奇艳 而后 在汹涌的符文中 被焚烧了个前进 这就是他所经历的苦痛 左官此地 身不能动 万道加身 焚烧真我 断其魂与骨 动辄就要形神俱灭 轰 一声轰鸣 在十号的周围 虚空扭曲 他在铸炉 天地为炉 万道为火 一个顶炉成形 气形归美 蕴寒道运 而顶口内一片迷蒙 混沌物丝汹涌 将它封在当中 在炉顶外 符文无穷 化成火光 焚烧此顶 断其筋骨 熬其魂魄 化成生出诸天精益 演绎无上规则 一瞬间 万道齐鸣 这个地方沸腾了 外界 弹指沙纳 石头殿内 石光碎片被禁锢 而后又流淌 此地的时间很混乱 在这里 石光在交织 岁月在更迭 一切都与外面不同 彭扶自成一界 石杖密室中 万道轰鸣 那口顶被记得千疮百孔 十号浑身焦黑 承受诸天万道的疾压 遭受无尽符文的锤击 焚烧 都快破碎了 当初 他在青石鹿 承受三千道则锤炼时 便已经是九死一生 很多次几经湮灭 而今一下子增加之万道 可想而至 现在 他比过去强大了很多倍 迈出了那一步 修出了一道仙气 故此承受力激增 不然的话 万道加深 他直接就要暴碎 化成飞灰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悬念 但即便如此 哪怕一道仙气缭绕在身 守护住自己 也凶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的性命如同风中的烛光 在暗淡雨飘摇 随时都会熄灭 轰 一声巨响 天地虚空化成的炉炸开了 四分五裂 而十号则也因此遭受了重重一击 他半边身子如同筛子般 被无数的符纹击穿 伤势恐怖的吓人 若是被人见到一定脸色发白 这是怎样的一种苦难 十号放下仙种 万物母气收敛 天地规则暗淡 周围的大道符纹全部消失 这里恢复了宁静 他取出圣药 服侍下去 默默疗伤 这简直是炼狱般的折磨 常人根本没有办法忍受 太过艰难 随时都要死亡 在这里 有十次复活的机会 但是十号不想浪费一次 故此吞圣药疗伤 他的道路太过可怕 不能挥霍机缘 事实上 不同的人 各自的路不同 所需要的环境 也就不一样了 比如小兔子 修炼自然之道 便不会这么刚猛霸裂 不用担心遭受粉身碎骨 烧成灰烬的痛苦 十号的路不通 他选了一条艰难的道 可以再次到图上 修出两道仙气 而这岂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因为一条路 严格来说 只能修出一道仙气 这次修养 他耗时十几日 至于外界过了多长时间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此才将商养好 随后 十号再次做官 造化出一口顶炉 以腕道焚烧魂魄 锻造筋骨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他不断出官 反复推演 历时不知多久 多次养伤 尽心体会 终于 在最后一次时 他没有把握好机会 那口顶炉爆碎 而自身被腕道火光淹没 即便丢开仙种都晚了 那腕火加身 如同上万柄仙刀斩来 全部没入齐驱体内 让他难以承受 连仙气与至尊血液 都燃烧了 他盘坐在那里 没有躲避 因为已经晚了 只能抗争 且在剧痛中 体会万道焚烧魂魄 斩杀肉身的经过 在当中误法 误导 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一下子爆碎了 包括元神 包括体壳 全部化成流光 染成了尘埃 最后这一刻 十号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感觉 死去一切成空 什么都不复存在 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中 不知道多久后 欲虚无间 他的灵石在剧 血液点点 所有这些 速速而动 聚拢向一起 我活了 短短三个字 重于神乐 高过天穷 他体会到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寂静 还有对生命的喜悦 与感动 不经历死亡 怎懂得生命的灿烂 他心中有了一种觉悟 想要开口 张嘴间 什么也说不出了 只能在心田中 默默地体会 血液凝聚 演化血肉 构筑骨头 他的体壳在重现 灵光点点 凝聚成神石 化成魂魄等 原神再速 显化世间 十号复苏了 一股新生的气息弥漫 他像是从太初年代走来 一个人寂静穿过永恒的黑暗 经历了一场轮回 在这个时候再生 十号寂静无声 默默地盘坐在那里 如同化石一般 他从自身的觉醒中恢复 但是却没有动 因为他看到了一幅画面 就在十丈密室的粗糙墙壁上 那是一个年轻人 风神俊朗 天资超绝 灌溉同龄人 少有对手 被尊为小仙王 他早已修出一道仙气 但是却并不满足 要更进一步 成为世间最强者之一 他选了一条路 跟十号同行 也是万道焚身 无尽痛苦 百般折磨 他都在忍受 不曾后退 最后 扑的一声 小仙王炸碎了 血肉模糊 原神溃灭 而后一切被焚为灰烬 值得吗 这条路是绝境 不可能成功 有人问小仙王 也是在这座密室中 那个年轻人躯体重组 再次化身而出 显然他的经历 如同十号一般 已经死过一次 没有值与不值 这是我的信念 我的路 我的道 他双目幽碎 平静而坚毅 心念不动摇 依旧要走这条路 随后 画面消失了 十号行转 他默默体会 在上一个纪元 也有一个年轻人 同他一般 来此悟到 借助十丈密室 以万岛焚身 就在刚才 他见到了小仙王的 被焚烧的种种 十号仔细琢磨了很长时间 两相对比 不断思考 而后再次开始闭关 外界 时间流逝 并不算太长 但是 密室中 十号做官 彭扶经历了一个轮回 那么久远 这一回 他又中断了很多次 在途中服侍圣药 治疗伤体 不使自己那么容易死去 扑 可是 在经历许多次后 他还是被万道阵杀了 火光滔滔 成为一节焦炭 第二次死去 又是一个黑暗的过程 又是一次新生 这宛若一个轮回 中途没有转世 不知身在何方 只有觉醒后才明白 自己死过 现在复活 这种经历 这种磨难 若是一般的人 也许到心就崩坏了 再难稳固 而十号则将他当成了 最宝贵的经验 是做磨刀石 打磨自己 让自己借此成长 粗糙的石壁上 画面在线 还要继续吗 这样下去 你的倒机将会因此而动摇 这条路太难了 不能成功 你再走向自毁小仙王 那个体貌风俊的年轻人 依旧 坚定 目光坚毅 道 除了这条路 我还能拿什么去比肩那几人 我不弱于人 他们有机缘 有造化 各自的路不可复制 你很难再闯出一条无上路 这一条只是段路 没有走下去 怎会知道 我连他们都比不上 如何去那浩瀚战场 若不能成为最强者 如何去扭转战局 你太 执拗了 我父亲已经战死 血还未了 他明动此事 还是不敌 我们这一代若不能超越 也都要死去 已经没有退路 我要严重父亲的足迹 去战场 流尽血 直到这一纪元落幕 十号深思 心中难以宁静 最后 他尝出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不再考虑上一纪元的事 而只是观摩了一遍 小仙王这次闭关误导的德语诗 与自己对比 第三回 十号闭关 周围火光滔天 化成山河 化成日月星辰 全部镇压而下 一次又一次中断 在途中 他吞食圣药 用以续命 但最后还是死掉了 而后 小仙王右线 他没有动摇 在仙古纪元末期苦修 想要崛起 西纪可以改变一切 第四回 第五回 一直到第九回 十号已经死去九次了 这条路太艰难 卢顶被击穿 肉身与元神被焚成尘埃 可怕之极 在此期间 他也看到了小仙王的历程 同他一般 一直在破碎 在死亡 不能超脱 无法修出第二道仙气 粗糙的石壁上 画面浮现 换一条路吧 也许同样可修出第二道仙气 有一些人成功了 威力同样强 绝无匹 有人劝导 已经做了选择 没有办法回头了 小仙王平静打倒 你可以回头 为何要以焚烧万道 超脱在上 你这样做 难容天地间 注定要失败 这是我的路 我的道 若有朝一日 这天地变了 规则变了 宇宙一切都不同了 没有超脱 会有怎样的结果 小仙王话语低沉 十号目光璀璨 盯着画面 没有出声 但是却心有所感 只剩最后一次 复活的机会了 第十回 他开始闭关 闭上了眸子 第958章 拜 最后一次了 十号轻语 闭上眸子 手持仙重 整个人空明了 心中宁静 下一刻 一声巨响 万道符文再现 从虚空中降落 这像是一条又一条神链 发出光辉 交织在一起 将十号编织在一张天网中 包裹在最中心之地 烈焰焚烧 大道轰鸣 天地卢线 十号盘坐当中 经受最残酷的熬炼 只剩下最后一次机缘了 他严肃无比 若是在失败 他还能走下去吗 因为若是此次耗掉机会 下一次就要真正面对死亡了 到了那一刻 世间有多少人还会有勇气 特别是 这条路如此坎坷 古人与惊人都推断 它是一个泥沼 是一场绝境 是一条断掉的路 轰 符文万千 化成瀑布 全部砸落顶上 而后又熊熊燃烧 景象恐怖 十丈密室 什么都看不到了 唯有璀璨火光 只剩下了大道的轰鸣声 在这里焚烧 要毁掉一切 这个世间 有多少人可以如此不顾生死 在一条道路上走下去 烈焰坟顶 熬炼魂骨 十号这一次坚持了很久 不曾动态一下 如同一座塑像 彷徒化成了 不动真仙 他历经九次了 死了九次 也复活了九次 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很远 故此可以承受 继续向前 久死再生 对于他来说 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哪怕他最后失败 修不出第二道仙气 也收获巨大 只要他能活着 那些收获就能够得到体现 唯有精力死亡 才会对生命的绚烂感动 才能更好地理解生与死 岛星寂灭 黑暗永恒 不知自身在何方 宛若轮回 却没有痕迹 所有这些 都是修饰最可贵的体验 不说其他 单只经历生死后 他的轮回宝树 便将有致地飞跃 威力会更加强绝 一生轰鸣 十丈密室 居然演化为一界 这种景象最是可怕 如同戒子那须迷 容纳天地 构建乾坤 在这十丈密室中 规则演化 大道符文交织 成为一片壮丽河山 熊熊燃烧 向住十号与顶炉轰撞而去 当 这一击 天地如深摇动 内部十号巨震 身形不稳 而这 仅是开始 虚空中 光明呈现 星光点点 可以看到一颗大星 从狱外砸落 带着长长的扫帚尾光 划过长空 撞向大地 咚 这一声响 天地顶炉凹陷 变形 出现裂痕 内部十号摇动 口鼻一血 接着 苍穹上 一颗又一颗大星浮现 都是一种又一种 道泽符号所化 化成彗星 向珠下方轰杂而去 下一刻 景象在变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凶晴猛兽 燃烧着 带着大道火焰 扑杀向下 将那顶炉击裂 随后 天地万物 一草一木 全部浮现 蒸蒸而鸣 有的发出剑气 有的释放规则之力 火光滔滔 天地万道压落 变化莫测 砰 最后 这座顶炉裂开了 十号以肉身对抗 焚烧真我 通体发光 而后逐渐变得焦黑 在经历最可怕的磨难 随后 他停下了 吞食圣药 开始疗伤 因为差点陨落 就这样 他一次又一次 从死亡的边缘回归 用圣药等延续性命 想要踏出关键性的一步 修出第二道仙气 但是 总是差这一些 他足够强大了 可依旧不能成功 他寂静无声 大道符纹遍体 乐尽他的灵魂中 要将他抹杀 十号浑身军裂 连元神都如此 这条路太难了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可还是不见第二道仙气出现 他有一种感觉 似乎不远了 但是却始终触摸不到 万道符纹火焰加身 换成是他人早就死掉了 被击杀成灰烬 可他还在坚挺住 在那里经受熬炼 不肯屈服 最后的机会了 他盘坐在十丈密室中 漫长的时间 可怕的煎熬 进行最后的冲刺 咔嚓 在一声轻烈的颤音中 顶如粉碎 彻底消失 他的肉身也开始四分五裂 时光流逝 十号坚持不住了 扑的一声 眉心炸开 元神被挽到震死 最后一次 他还是失败了 不能在这条路上 修出第二道仙气 空气 虚无 黑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复苏 再一次重组躯体 活了过来 整个人无比沉默 盘坐在那里 十号在反思 是体悟 究竟还差多远 才能得见第二道仙气 粗糙的石壁 再次浮现出昔日的画面 小仙王不甘 我的路 我的道 为何看不到光明 只有黑暗 一次又一次死去 经历十次 我还要怎么走下去 不能超越前嫌 如何严重父亲的足迹 去那片战场战斗 流尽最后的血 我想去抵御 去征战 那个年轻人不屈 仰头望天 眸光深邃 握紧拳头 失败了 已经证明 这条路不通 就此只不把有人劝倒 还没有败 我还活着 还可以走 还能继续 年轻人风神俊朗 没有沮丧 依旧要坚持 继续走下去 道 不成为至强者 不踏出无上路 去了那片战场 能有什么用 腹背的血已流尽 我当崛起 画面 模糊 彻底暗淡了下去 十号看住粗糙的石壁 轻轻一探 他收敛心神 回思小先王最后的 冲关的种种画面 闭上了眸子 跟自己的路印证 最后长生而起 十死无生 他在这里死了十次 还是没有修出第二道仙气 但是他觉得 已经不远了 捕捉到了那种诡计 即将攫取住 末帝 他的身体一阵冰冷 想到了小先王的结局 白龟曾说 那个绝艳的人失败了 死在路上 当年 小先王坚毅无比 不肯放弃 要一路走下去 十号私存 他与小先王 是否都有同一种心境 都认为不远了 将要成功 若是如此 他再走下去 很有可能就是 第二个小先王 最终陨落 可是 我真的没有退路了 十号一探 他离开这座密室 踏出此地 结果见到了第二道光门 静止走入 一瞬间 咬香扑鼻 流光一彩 这依旧是一座石室 不过却非必关地 而是炼药之地 石壁上 流淌着神秘的波纹 像是有长生野叶在流淌 药性精华 十号吃惊 他深知 一些古老的顶 炉 罐等 常年炼制药丹等 会汲取走一些神秘的药性 日积月累 画在气壁中 很明显 这座奇异的石室 有药性精华 因为特别的规则封印 至今不散 十号深吸一口气 盘坐在那里 汲取药性精华 要带走一些 这些东西 若是跟圣药等一起熬炼 可以极大的提升药效 不过 他仅能收走部分 便取不到了 都封印进一个浴罐中 就在此时 时势震动 粗糙的石壁上 再次出现画面 他又一次看到了 那个挺拔的年轻人 小仙王 他明悟 两人的路相同 故此能够感应出 石壁上昔日所留下的烙印 不过这一次 他所看到的 不是不是一个活着的人 而是被抬进炼药的 一具冰冷的躯体 一动不动了 他悟到失败而陨落了吗 十号盯着画面 那躯体栩栩如生 庞扶还活着 但是听闻台诗人的议论 他应该死去了 十号默默站立很久 那些画面早就消失了 他还在盯着粗糙的石壁 我的路 怎么走 他这样一探 种种迹象表面 这是一条绝路 再这样下去 他注定要死亡 当年的小仙王 义无反顾 彻底投入万道火光中 要在这条路上有所成就 结果却永远地沉眠了 再也没有复苏 他保住了肉身 没有被焚成灰烬 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号轻雨 这里再次寂静了 没有了声息 很长时间后 十号才开口 道 我怕了吗 被他的结局所镇住了吗 是了 看到注定要失败 会死去 我彷徨了 犹豫了 时宜着 不敢向前 他再反思 再考虑自己的路 他是小仙王 我是慌 我不是他 十号声音平缓 让自己恢复了宁静 他失败了 不意味着我也会失败 曾有人劝阻 可小王还是无惧 敢一路走下去 心有坚持 他要踏出自己的无敌道 闯出一条无上路 然后去战场 洒热血 迎战仙谷大敌 十号目光战战 道 我又怎会怕呢 他坚定了信念 不想放弃 中途溃逃 这一刻 他的心坚如铁石 不可撼动了 不过 他不想死亡死 更不会送死 他要闭关 要长思 真正地洞彻这条路的所有 他要的是成功 而不是陨落 随后 他踏出了这座殿雨 走了出去 见鬼了 完好无损 活着出来了 白龟一声惊叫 原以为 十号便是能活着回来 也要身负重伤 那十关何其艰难 动辄就要死亡 很难相信 这一纪元修炼环境大变后 还能诞生如此高手 连闯十关后 我曾闭关 可惜 十次死亡 依旧没有修出第二道仙气 十号一探 你 变态啊 真走到了那里 白龟吃惊 你知道我这条路 曾听到过哪些传闻 十号问道 倒是有一些 都是劝诫后人 莫要踏上 因为几乎是 十死无生 白龟说道 随后说出了一些传闻 十号点头 然后跟他明说 要采摘一些圣药 他要去闭关 要在近几日内 有个结果 成就是成 败就是败 在最后一次冲关中 见分晓 第959章回归 你要想清楚 连拥有小仙王称号的人 都失败了 踏上这条路 也许将会是 十死无生 白龟告诫 在他的身上 那个半尺高的雪衣女子 也眨动大眼 灵气逼人 仙物缭绕 认真点头 十号郑重点头 他没有别的选择 到了此时 不是你想选择什么路 就可以选 到目前为止 他也只苦思 与琢磨出这样的一条路 仙古纪元 有真正的仙活在世间 百花齐放 万道争鸣 无比抵胜 在那样的纪元 仙不是虚妙的 于是共存 自然留下了 各种各样的路 可供后人借鉴 一己前行 这一世呢 只能靠后世人 自行琢磨 十号能踏上这条路 修出一道仙气 已经算是逆天 很了不起 他还能奢求什么 放弃此法 再去寻一条路嘛 那不现实 白龟了解到他所想 轻轻一探 道 小仙王有那样的机会 他可以放弃此法 再走一条路 但是却没有那样做 因为小仙王背负了 太多 只有成为最有潜力 最强的人之一 才能进入那片浩瀚战场 才有资格扭转乾坤 否则的话 到头来也只能白白流血 枉死沙场中 十号听闻 结合自己在粗糙的石壁上 所看到的画面 心有触动 道 那个拥有小仙王称呼的人 真的很不简单 自然 比来自先知故乡的人 也不会弱 白龟点头 嗯 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哪里 十号 毛子犀利 向他追问 我不知道 我想逃出此地 离开三千州 前往那的可以长生的地方 但也不知道 怎么走白龟苦恼 十号 心头大震动 思绪起伏 可是无论怎么询问于请教 也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消息了 打神使摩拳擦掌 准备暴打一顿老龟 可是他很滑溜 逃入仙谷遗存下来的 仙道残阵中 探头探脑 不出来 后世 不可见仙 没有活着的长生者 难道真如小仙王所说 世界变了 天地规则不同了 影响巨大 连仙也因此而不存在了 十号轻语 他觉得 小仙王有大气魄 料到了种种日后的种种精变 故此严苛自己 但可惜失败了 对很多圣灵来说 影响巨大 对仙爷有冲击 但是不至于让他们不复存在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 有不可战胜的敌手 白龟插嘴说道 十号开始采药 为了闭关做准备 他没得选择 不曾获得过任何仙道残疾的传承 只能自己摸索 向前踏出一条路 不可能临时变换了 因为 这条路不说在外界 就是在仙谷内 他就已经误了两年多了 达上了深深的印记 难以更改 我想知道 还有哪些路可与万岛焚身 让真我超脱的路比肩 十号一边采药一边询问 因为 他想起了在石杖密室中 坐观石所见到的景象 小仙王曾说 他走这条路 才可以与另几人比肩 有啊 仙之故乡的路 真正的仙道手段 外人 不可理解白龟道 十号醋眉 让他详说 你知道 我负过重伤 伤了根基 丢掉了很多旧意 很多重要的事 都忘记了白龟无奈探导 这更加让石号怀疑 他是否是战死的仙王等 被埋葬在万物土中 时隔漫长岁月后通灵 化成了一株长生药 因为 的确有过这样的记载 有先陨落 最终化身为一株绝世仙药 我知道一些白龟背上的女子 轻力脱俗 只有半尺高 但是轻成轻果 庞若是一位真仙缩小 化身而成 石号连忙请教 他很想知道 比如说 以世界树为先种 让它于体内扎根 生长 衍生出无尽道 则听闻 此语 不仅石号凛然 就是打神时 也跟住倒吸冷气 可演化为一方世界的树 无法揣夺多么的超凡 还有人得到宇宙雏形的种子 与身相合 造化万物 演绎出无上道徒 血衣女子声音带着雌性 无比动听 然而 这些听在石号耳中 却如惊雷般 那样的大纪元 不可想象 仙古纪元的人 果然得天独厚 大环境太好了 此外 先知故乡的手段 不可揣测 很长时间后 石号表情木然 因为住时 被震撼住了 变态 仙古纪元这么辉煌 如此灿烂 可还是被覆灭了 真是不敢想象 打神时 呲牙咧嘴 这一纪元 还能见到那些仙众 以及传承吗 石号轻语 也许吧 毕竟仙古纪元破灭 万灵陨落 凋零如枯叶 但有些东西是不灭的 可以再续传承 白龟开口 并说出推测 依据他的猜想 说不定这片古地 所谓的最大造化当中 就包括有那些东西 石号目光战战 没有说什么 准备闭关 然而 白龟一句话 让他止步 没有办法再进石头殿了 那里将封闭 虽然知道就是能进去 石杖密室 也不能用啊 机会只有那么一回 但是他觉得 那里足够宁静与安全 现在看来落空了 这座岛屿 不能滞留太久 马上就要进入 虚空乱流 再次开始横渡了 白龟说道 连他都不知道 连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很明显 石号不能停留了 你就不考虑跟我一块走 他问道 白龟一缩脖子 然后猛力摇头 道 我可不想被你吃了 他躲在仙道残阵中 打死也不肯出来 依据他所说 这一世将是古地 最后一次开启 落幕后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许能撕开戒壁 坠落进先知故乡 他要等待机会 当然 按照他所预测的最坏结果 并不是进长生地 而也许会跟外界广袤的 无人区对接 也说不定 都你要离开了 就没有什么礼物要送我吗 石号说道 你这小子 敲诈勒索我很多东西了 比如光明仙金 两滴长生叶 进入石头殿的机会 还想要什么 白龟瞪眼 石号嫌逆他 道 作归要成石 得仙金是为了救你 两滴长生叶 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你那么大哥 熬一锅汤都够了 只给我两滴 吝啬得过分 还有这石头垫 明明是我自己打进去的你 还想熬一锅汤 白龟嗖的一声没饮了 受了惊吓 喂 再怎么说 也得送我点神药吧 比如那株黑心药 还有天神术 石号在后面喊道 那兔子还有蝴蝶 已经霍霍他们了 你还好意思要 老龟开口 得送我几片 黑心药的叶子 石号道 只能一片 老龟道 黑心神药 玉库无泪 不久前 那太阴玉兔 已经在他身上咬了一口 啃走了一条 凤铃状的叶片 那黄蝶也飞来 同样咬去一片 现在这少年也要要 他身上总共就九片叶子 石号得到得到黑心神药精华 封在玉瓶中 而后又学摸 寻找天神术 那古术 你就不用想了 他遭受过重创 而今只开了一些花朵 还没有结果呢 白龟说道 远处 蝴蝶翩翩 天神树上 黄蝶起舞 吸收花粉精华 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结果 老树跑了 对了 这岛上似乎还有神药吧 石号问道 喂 小子你别过分 虽然说你帮了我的大忙 但是 白龟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 远处传来惨叫声 一只兔子抱住了一株神药 再啃呢 啊 另一株神药慌了 黄蝶也快速飞去 石号发呆 难道说 这兔子还真适合采药 要知道 神药可是通灵的 跑得贼快 放手 放手 白龟呼喝 最后 他像是宋温神一般 赶着他们离开 好宝 我想长居此岛 太阴玉兔叫道 红宝石般的大眼 转来转去 不想离开 走 赶紧给我走 你已经采摘石楼药了 白龟赶人 每株我只采摘了一枚叶子 一片花瓣 根本没多采 小兔子愤愤 嚷嚷着自己 最适合在这里做园丁 护药员 我讨厌兔子 白龟吼道 嗡 虚空一颤 远处那座皇朝发光 五光冲天 石色迷蒙 伴着混沌雾气 断崖上的真黄骨巢缩小 最后画成拳头大 嗖的一声 落在雪灵手中 白龟又是一呆 喊道 你们这帮强盗 别让我再看见 这让十号都是一惊 那皇朝中可能有传承 了不得 这本就是人家皇族的东西 而今被后代取走 理所当然打神石道 那是 神庙的古圣子 他走了 雪灵说道 盯着远空 险些寄出皇朝砸过去 考虑到这里是虚空乱流地带 异常危险与不稳固 没有那样做 我也看到了他们 曾在最外围区域采药 那杀手头子 还对我很凶呢 小兔子道 岛屿上有古镇 不是谁都能深入 其他强者即便能接近 也只是在最外围采药 无法真正进去 十号寻觅 找天国的古代怪胎等人 希望遇上来个了断 可惜 他失望了 不曾见到 不过 刚一出来 他就听到了传闻 军道传音四方 告知天下 荒得了大造化 从古药园中采摘到了长生药 这引发轰动 同一时间 神庙也有人附和 称可以作证 荒不仅得到白龟驼仙这猪药 还寻到真黄巢穴 并带出来了 找死 十号的毛子当即冷冽了 这是在为他树敌 要让他举世皆敌 第九百六十章风波集 出来了 荒从古药园走出来了 十号的出现 引发轩人大波 因为不久前 很多人都听闻 他得到了大造化 已经拥有一株长生药 对于这种说法 无论真假 都会引发轰动 而军道还有神庙的人 更是一口认定 他得到了 可谓无风不起浪 虚空中 黑色大裂风密集 时空乱流成现 一个不慎 就会粉身碎骨 附近 有很多残缺的尸体 都是高手 只因接近古药园 而惨死 人们看到 荒步履从龙 发出一团光 笼罩着雪林等人 如履平地一般正途而出 成功离开可怕之地 很多人目光热切 盯着十号 是 十号一直点出 一到惊天长虹冲来 扑的一声 将一人的眉心洞穿 那是一位很强的修士 可却于杀那间毙命 隔骨上有一个指洞 鲜血鼓鼓而涌 瞬间 所有人都如坠冰窖 荒就是荒 刚才那个人露出敌意 有淡淡杀气 被荒先行击杀了 荒 你太过了 以仗强大修为 肆无忌惮 这般残杀同道 当真要无法无天了吗 一人喝道 躲在人群中 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想杀谁就杀谁 你问一问 在场的各位道友答应吗 另一人也开口 不暴露真身 在暗中鼓动众人 慌 莫要以为无人治得了你 当群雄愤怒 天下共愤时 足以将你焚烧成灰烬 什么都剩不下 第三人激昂说道 一些人躁动 这里不能宁静了 无论是谁 拥有长生药 以及真凰传承 都将成为焦点 让人眼红 更何况 人们亲眼所见 他从那仙药园中走出 一定有惊人的收获 很多人呼吸急促 十号一声冷哼 枪的一声 拔出大罗仙剑 此刻他一点也不低调 黄黄剑光照耀天语 压盖所有嘈杂 是 他抬起手 剑胎发出一道犀利的光芒 将人群中一人切开 从眉心开始出现血痕 一直蔓延到双腿间 那个人面上现出惊恐之色 万万没有想到被发觉 扑的一声 他从眉心开始裂开 被这一道剑光立劈为两半 鲜血染红那里 尸体分开 倒了下去 他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就这样逼命 在其周围 其他人尖叫 这一剑让很多人身体发凉 十号动作不止 还在出手 枪的一声 他右手持剑胎 左手倾弹在剑体上 震出一道连衣 这连衣避过了其他所有人 直冲着一个艳丽的女子而去 不 他冲天而上 结果依旧无法走脱 被连衣扫中 扑的一声破碎 血雾弥漫 形神俱灭 不远处 一头生灵脸色苍白 转身就走 因为这个时候 他看到十号望了过来 知道他也被发现了 不关我的事啊 他急速逃遁 是 这一次 十号直接轮动剑锋 扫出一道可怕的光束 横灌长空 一下子就将那人拦腰斩断 血雨飞洒 并且 剑光太胜烈了 无坚不摧 侵入其断体内 又将其残体与原神机的暴碎 继续鼓 躁 挑拨离剑 十号只有这么一句话 杀其腾腾 他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 原本躁动的群雄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荒之鸣是站出来的 几个人暗中蛊惑 结果全部被他击杀 在想挑拨时 最好修为足够强大 让我发觉不到 有必要修出一道仙气护体才行 十号平淡地说道 很多人冒冷汗 这意味住什么 他的神觉如此敏锐吗 唯有修出一道仙气的人才能避开 有点离谱 天国 神庙 君天静的人 我记住了 从此之后 在这仙谷中 我见到一个杀一个 见到两个杀一双 这是十号的话语 冰冷的 没有一点感情 君天静 便是君道所在的门派 修 他如一道神剑般 破空而去 从这个地方消失 慌得到了白龟 驼仙这株长生药 各位你们听说了吗 仙谷各个小千世界 很多人在议论 这自然是君道 神庙的人造谣的结果 很多人不相信 但也有不少人怀疑 最为可怕的是 原住民都被惊动了 一些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然而 也就是这一日 十号只身独剑 大开杀戒 但凡神庙 天国 君天静的人 一律格杀不武 这激起大波澜 形成一股风暴 因为 那几股势力 在各个小千世界 在各座剧城中 都有根基 虽然撤退了 但是不可能都走前进 十号有心寻找 总能寻到一些 一日间 人头滚滚 落在地上 鲜血喷洒 震惊十方 十号原本离开谷药园 就会去闭关 不曾想到那些人 如此陷害他 想要让他举世皆敌 故此他一路血沙 毫不手软 天国的柜子手 神庙的古圣子 还有君道 可敢一战 十号放话 传遍各界 他在用剑说话 以实际行动表达 不需要其他的 诚情与解释 三日后 他才助手 飘然离去 这一意 震动仙谷 就是一些古代怪胎 都被惊动了 龙女 长公眼 段红 李凡明等 特地出关了解情况 原住民也在行动 他真得到了长生药 某一处谷地中 有苍老的声音问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部落 这个生灵很可怕 你们不用管我 我需要一个人去敬武 十号要去闭关 设计到了生死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而是将几人支开 不要同他在一起 你让我们去人马族 小兔子瞪大了眼睛 嗯 我曾经将柳神的枝叉 送给他们 跟一下仙谷一族 结下了善缘 你们去吧 十号说道 最后 他们分开 各自上路 韩介不适合我闭关了 十号轻语 虽说那里可能有太阴之宝 但是月蝉之小了那里 肯定会将消息泄露出去 真要在那里闭关 必有性命之忧 在他的身边 只剩下了打神石 还有黄蝶 不过也打算让他们两个离开 他要闭关了 这次很危险 不知道会怎样呢 他需要一个人安静地独处 以最大的努力来突破 这件东西我有点摸不透 暂时不能带着十号说道 取出一个小顶 不过拳头大 布满了裂痕 正通体漆黑如墨 这是从黑暗神子身上得来的小顶 神秘莫测 疑似是太初年代的神物 它是以黑暗仙巾铸成的 光材质就可经视 十号曾观看与检查 这口顶很诡异 顶口内彭扶式黑洞 深不可测 难以看清 他闭关在即 不想将这东西放在身上 最后埋在了火山口内的岩浆下 并让打神石布下了法阵 而后 他去选择闭关地 固步一阵 留了很多后手 好了 你们走吧 不要再次停留 十号说道 他让打神石还有黄蝶也离去 这一次 他无比慎重 因为 军道 神庙的人散发谣言 也许真的会寄出一些原住民 那种生灵 难以揣夺深浅 就是有天神 教主也不足为奇 一片古老的山脉中 建筑很多 都是青铜的 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这是一个部落 规模不小 很明显有高手坐镇 若是外界的天才来此 一定会吃惊 因为这里的格局 太奇异了 跟外界的道筒 仙殿差不多 在中心 有一个巨大的青铜殿 此时当中传来 豺狼般的声音 帝坤 好几世未见 你也是在沉睡中度过的岁月吗 近况可好 如果有人在此 必然会震惊 因为开口的是天国的古代怪胎 你来做什么 另一人道 声音如雷声般 震动了整座青铜殿 仙殿的传人死了 天国的王者说道 关我什么事 我已经扎根在仙谷 那个名为帝坤的人说道 死去的传人 叫帝冲天国的古代怪胎 其音如狼嚎 虽然声音不高 但让人很难受 帝姓 十号闭关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何方 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这个小世界的名字 外面有大阵笼罩 他盘坐在中心 参悟大道 明目自己的法 在他的眼中 小先王的路 还有他的路 全都呈现 十丈密室中所见到的一切 如在镜前 他两相对比 进行印证 这一座就是很多天 他如同泥塑木雕般 寂静无声 彷復作画了 直到有一日 他手持仙重 身上燃起了大火 周围母气缭绕 天地道则降落 宁静才被打破 到火炼金身 焚烧真我 不光是他的肉身 连元神都被火光淹没了 这些日子以来 仙谷不能宁静 很多人在寻觅荒 要将他找出来 谁能提供线索 送他神果石霞 亦可送他金氏宝树三种 有人重赏 要将十号找出来 只要可以提供 确切消息者 都将得到惊人的报酬 神庙 天国 君天境的人疯了吗 为何这么急迫 满世界寻找荒 即便有仇 也不至于如此匆匆吧 听闻荒在冲关 不知在参悟什么 他们不会容忍他更进一步 各个小千世界 不能宁静 各路人马出动 都在疯狂地寻找十号 第961章最后的冲关 山地磅礴 一条条山岭如龙折服 一座座高丘如骨巷横沉 一座山体内 被开辟成浩大洞府 法阵成片 这是打神时不至下的 一座又一座沙阵 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片绝地 守护中央道土 十号座官 万道坟身 以天地构建的顶炉 早已被烧得轰鸣 蒸蒸作响 如遭锤击 一条又一条法链贯穿 缠绕在周围 这不是魔力 而是生死拷问 想超脱 踏出自己的路 那么所要面对的 就是最可怕的罪法 是天地的镇压 半个月过去了 十号九死一生 天地炉都烧穿了 以身对法 肉体被烧得透明 血液不断淌出 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了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像现在这么艰险 因为一旦生死 就没有退路了 不是在十丈密室 不能复生了 要用复生草了吗 他眸子暗淡 被火光淹没 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逐渐走向衰败 对比以前 坚持的时间长了太多 熬练几身 在最可怕的苦难中淬炼 如同百炼真经 欲猎火中熠熠生辉 只是 人力有穷尽时 他感觉真的很虚弱了 也许会突然死去 同时 他也觉得自己离成功不远了 光明彷復就在眼前 甚至恍惚间 见到了模糊的第二道仙气 小仙王也有这样的错觉吧 故此一路向前 飞蛾扑火 最后 如烟花般绽放 玉璀璨过后 陷入黑暗 十号警醒 没有留恋这种将要成到的感觉 他退出 了 各种秩序神恋消失 母气内敛 陷入枯迹中 他一个人在山腹内默默疗伤 骨头都被烧断了 本源衰败 服用少许复生草 还有圣药 他慢慢恢复元气 随后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关 依旧如此 每次快到成功时 他便虚弱到极点 难有寸境 无法真正凝聚出第二道仙气 整个人要崩开了 我做死官 但并不想死 无论何时 十号都很清醒 没有限于即将成功的喜悦中 因为他知道还是差了一点 不顾一切地走下去 多半会陨落 就这样 很多次了 他徘徊在路口 只差那么一点 就要迈过天芡 超脱出来 但总又因冷静地止步 而以失败告终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次 身上的剩药等消耗很多了 有些药篓都已空了 是我太谨慎了吗 缺少破釜沉舟的勇气 十号自问 他停了下来 认真思存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何总是被烧得骨断惊蛇 而最后却以功亏一窥而告终 也许的确是因为缺少一往无前的气魄 十号反问自身 但是 这是悟到 他不想死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拼一回 万道轰鸣 十号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天 直至天地炉爆碎 他自身也是千疮百孔 浑身焦黑 他没有退速 还在坚持 直到最后 眼前发黑 恍惚见到第二道仙气浮现 他咬着牙想让自己清醒 但是 嗡的一声 他原神近乎溃散 肉身满是裂痕 几乎全部裂开了 一瞬间 十号陷入黑暗中 即将失去意识 彷復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不能死 他觉得 自己彷復被关入一个黑暗牢笼中 将就此与世隔绝 虽然不是第一次体验死亡 但每次都不太相同 尤其是这一次 若是死去 便没有了复活的可能 故此感受特深 一期间 他旁復看到了大千世界 无尽星空 数不清的生命星辰 无穷生灵 百事浮沉 所有这些都悠悠而过 回归 十号大喝 下一刻 他的意识回归肉身 彻底清醒了 浑身剧痛 原神如刀割般 像是分成了很多片 他还活着 身在此世 不曾陨落 十号快速服侍神药 而后又取出八针棋 第一次同识两种天地棋针 治疗那可怕的伤体 他伤得极重 险些彻底死去 但是 十号复苏后并不是第一时间关注自身 而是思索刚才看到的一切 难难自语 难道真有轮回 他很怀疑 人死后陷入永恒的黑暗 难道是去转世了 经历无数红尘 在十丈密室中 他死了十次 都直接陷入虚无黑暗中 复活后 庞佛丢掉了什么 有一段空白期 这一次 他没有彻底失去意识 从黑暗中逃回 看到了人世浮沉 庞佛异梦万古 没有轮回 那只是时光的碎片 我陷入永迹中 看到了他们十号自语 心智坚定 目光逐渐璀璨了起来 再来 就这样 十号复苑后再次开始 一次比一次接近成功 有时候甚至见到了那一缕仙气凝聚成形 并且 他开始尝试 想将原神寄托仙种内 再进一步 不过 这条路不通 这没仙种太特别了 根本刺不穿 激不透 没有办法寄托原神 这个境界还不够 这没仙种将来也许还有大用 十号在生死间徘徊 在万道中徜徉 到了最后 肉身与原神都不知道被烧得破烂多少次了 但是好处也是巨大的 他在变强 抵御万道火攻的时间越来越长 甚至 有时候 他觉得沐浴在万道中是一种享受 彼此不再针对 而是能和平共处 超脱了出来 当然 只是偶尔 更多的时候是对抗 与生死中争渡 要成功了吗 越是到了这时候 十号越发地谨慎小心 因为最后关头才是最危险的 轰 又是一次烈焰焚身 十号看到的不再是震杀 不是可怕的符文 而是一幅又一幅壮丽的画面 山月无尽 混沌气一出 他盘坐在当中 星河璀璨 围绕他旋转 天地初开 他被万灵之生机包裹 魔兽无穷 仙情长明 他激战于野 一草一木 一沙一海 天地万物 分城而现 将他淹没 一种道 一个世界 一片虚空泥沼 他想冲出去 但是怎么也无法摆脱 他化成了一只神情 扶摇直入星空 震翅机苍穹 菜雨飞出 射爆无数大星 他化身为一株草 经历风吹雨打 天寒地冻 走兽踩踏 生灵啃食 百折不挠 顽强地生长与活着 他成为一抹晚霞 最后的余晖 横在天边 残缺中带着暖意 还有烟红 更有热血喷勃 十号神游太虚 遇到火中争渡 肉身与元神在被焚烧 有无穷感悟 一刹那间 像是经历了很多大事 第二道仙气 要成了吗 短暂地回眸 顺息地行转 他看到了体外一道 虚淡而洁白的气 再凝聚 要成形 坚持 我要超脱出来 十号忍受苦痛 经受磨难 他觉得曙光已现 离成功不远了 不能错过 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残破之躯 几近撕裂 因为遭受的压力 太巨大了 万道虽有和平共处时 但总的来说 还是无情的 此时全面爆发 也就是在此时 十号见到了第二道仙气 洁白如玉 朦胧神秘 在成形 可是 他难以支撑了 嗡的一声 十号陷入短暂的寂静中 他的原神离体 陷入虚空 进入永恒的黑暗牢笼 踏上死路 我已经成功了 修出了第二道仙气 不能在此时死去 十号在心中大吼 奋力挣扎 他不想失去意识 不然 那就将是永远 彻底归于虚无中 再也不可能活过来 心有不甘 奋力挣扎 他不想失去意识 要清醒 要熬过去 一瞬间 他想到了石村 那是家的温暖 那么多的人还在等住他 要孝敬组长爷爷 要跟书白拼酒 要见大壮 二猛 啼猴 毛球他们 他也想到了父母 还曾看到火丧树林 树影婆娑 火灵儿在树下挥手 也看到轻衣 还看到了很多人 我要回去 不能陷在这里 十号挣扎 这一次比以往都凶险 他感觉要浑饿了 陷入空气与黑暗中 回归 他大吼住 他在快速地移动 可这是永恒的黑暗 是虚无中的旅程 是牢笼 难以走脱 墨地 他震惊了 除了像以往般 看到很多时光碎片 像是在经历回轮 他还看到了类似的牢笼 一座又一座 皆在世间长河中漂流 在虚空中前进 那是黑暗牢笼 是封印之地 匆匆一瞥间 他看到了特别璀璨的几个光点 被风巨大牢笼中 气息恐怖滔天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那是谁 是什么生灵 十号心神悸动 他因此而稍微清醒了 那是同他一样的人吗 不 境界太高了 不是同路者 即便被封黑暗 虚无间 也是如此的恐怖 这样的生灵 这样的生灵 深陷永恒的黑暗中 是被迫无奈 还是其他 怎么回事 为何如此的可怕 问 终于 他的元神一颤 停止了漂流 彻底被封禁在一个难以逃脱的黑暗空间 这就是死亡吗 直到我彻底湮灭 什么都剩不下 临死前最后的沙纳 就是如此吗 封于黑暗空间 从来没有一刻 十号对这种感觉 如此的清晰 深刻 我不想死 我还有很多牵挂 我有亲人 我有朋友 我还想去见他们 割舍不下 不为自己 也要活下去 十号在怒吼 在抗争 不想沉沦 不愿归于勇迹中 并且 虽然元神离体 深陷时光碎片间 被封黑暗中 但他还是有一种直觉 第二道仙气几乎成形了 就缭绕在肉壳外 可是 他若回不去 还有什么用 同一刻 有人在接近 来到了他所闭关的小世界 向着这片山脉进发 军道 天国的古代王者 都现身了 脸上戴着冷裤 一步一步前行